你好,财经揭露,大家好 我们上一节就说了投资强积金 遇到有什么困难的问题 我们这一节就给大家看一些强积金的例子 那个损伤的程度 我看过一些我们平时用的股票类型的强积金 或者是环球债券的强积金那些 稍为高风险那些 其实就真的血流成我 我看上去最差的那些 一年是输30% 是比比街市 可能做得好一点都要跌15-16% 哇,真的很厉害 你一只股票跌30% 你看连你的牙筒这么厉害 何况你这个基金 这个是强积金 有些说明多少岁退休那些 一样是跌10-20% 给大家看的 原因是什么 isi的,是打开这个安strings 你都会知道的 有些是里面有Apple 有阿里爸爸有腾讯 有Google 要台职电 这样的 你要打开她的相 zucchini 看看对不合乎你 我看到如果要退休,我有什么理由用这个基金 是有这样的呢? 然后那些债券呢 有个小知识要和大家分享 债券越短期的 如果债券短度还有几个月就到期那些 这种和定期存款很相似 但是如果你说债券是国家债券 或者地区政府债券 它是十年之后至到期的 通常会对利率非常敏感 所以基金随时升跌十个八个百分比 那些说法券的债券本身是二十几年至到期的 这种就是一个非常进取的债券组合 如果二十几年至到期的利息一动的时候 就是二十三十个百分比 那也是要留意的 就是打开一个债券 去到那个组合的时候 它买什么公司呢? 那些债券是什么公司来的? 这个很重要的 对不对? 如果告诉我有一些疑似恒大债 那些金钱里面 或者是一些地产债 那些公司我都不认识它 那你就要想 如果那个组合的基金只有零点几百分比 那算了 跌了也不重要 但是它五个十个百分比 那有什么事情起来 你的组合就 那个基金就出事了 嗯 好了 那我说 分兴了这个分别 我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我拿这些今次输得比较少的 那些 那麽麻烦你 混合资产 保守型的混合资产 那混合资产是什么? 股票加上债券就是混合资产 那你问财务顾问 他会告诉你 有两种 一种是比较 进取的就是保守 我们现在看是保守的 OK 但是你看到呢 其实都不是很保守 看一看 最佳的那些多少个百分比 负9.85是安联 那已经最坚了 下面那些十几百分比 那是均衡基金 对啊 混合的均衡基金 那你看到第五位已经18个百分比 嗯 接着汇丰那一只 18.41都很不理想 对啊 那你说最差 最差的那些优邦 去到21个百分比 哦 OK 所以 所以 AIA 你不要很简单 稳定基金啊 或者稳定 平稳基金就是平稳的 嗯 嗯 是不是啊 那可能他以前都是平稳的 不过现在大风大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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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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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基金最高的都是 都是跌9个百分比 那就是很大件事啊 就是这种 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呢 就 就未必捱得住了啊 啊 那我们看另外一款 哇 真的很惨啊 20% 真的 听到都流眼泪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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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固定收益啊 固定收益啊 就是债券啊 简直说 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我可以 我知道哪一款了 我猜到 人民币啊 有个叫资本保证金 嗯 那个好像正面啊 信安那个 那个不是啊 不是资本保证基金啊 不是不是 资本保证也是另一个 OK 行行行行 人民币帮 这个不是人民币 这个是固定的帮 就是帮回 简直说 债券基金 那 人民币债券是表现最好的 但是你看到表现最好的 因为全球的债券基金 他也有跌成8个% 今年 都输回率啊 难理解的 难理解的 因为只是人民币 真的人民币的价格也跌了这个 人民币债券基金嘛 是啊 最好的是雲鲤嘛 对不对 是啊 这个系列呢 是全球的债券基金 嗯 因为人民币的表现呢 相对于你来说是好 因为全球债券基金呢 你只是有欧罗 日圆那些 那些一定有的啦 嗯 那些已经 已经跌了十几十个%了 而呢 那个债价本身都要跌的 因为你是疯狂加息嘛 在西方国家 那么债价都会跌的嘛 那些债价有些是长期的嘛 那些是抑制的比较 啊 那所以不要以为固定收益 的债券基金 就是稳阵的啊 嗯 啊 那就是 以往都稳阵的 不过在这些 这些这样的年头啊 啊 是要 美国联储局疯狂加息的时候 债价就 跌得很空啊 那这个我们财经历的 在美股那一段呢 都经常说的啦 啊 那 那 人民币债券的 其实都跌了六七个%啦 那下面 混合型债券那些呢 即65岁后基金 这些是一个 很明显的 我不知道他买什么啦 通常是 一男子的债券 跌成十五个%啊 那就是汇丰加恒生啦 现在这里画面看到 是 最丑样的两家 还有一家海通的 其实这些是十大最佳的回报 你知道吗 都跌成十五个% 那下面那里 另一张 啊 另一张就 呃 债券基金的 说一下 ok 有个环球债券基金啊 啊 是啊 中银 是 保成 嗯 嗯 这个是组业来的 是是是 就是因为海通之后到他了 中银 哇 大哥 这样啊 1个%啊 你包里那些 全部都是20个%的 就是香港发抄银行 尖尖都衰到贴地啊 汇丰加中银 一致弄到仰上衰衰的哦 就是这种游戏的玩法 没有办法避的哦 真的 就是 就是 我那时候都选得很辛苦的哦 因为 首先 那个 欧元 我是不是信他呢 就是这些债券基金 环球债券基金 有时候 他 他是 整个组合里面 有不同国家的债券的嘛 那我是不是信他 欧元 我是不是信他日日日呢 是不是 我还要看 那些国家的利息的上落 其实很多事情做的 第一次 啊 啊 然后才下注的哦 我大陆的 不是 閉上眼睛去做 哈哈 哈哈 那结果 就通过不了我的想法 因为 因为我觉得有风险哦 啊 好 那所以 哎 真是辛苦啊 买强益基金 哈哈 就是 有帮23% 那时候有帮很多售行 就是做了很多强益基金的 就是那些主流银行 全部都不是很像样的 就是汇丰啊 中银啊 中银啊 有帮啊 这些 就是好 它们的市场都不小的嘛 中银 匯丰 恒申 有帮这些 是呀 中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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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强调过那件事就是 嗯 不同的 不同的NPF公司呢 它的风格不同的 就是 中银保城那些 就是说不定 就是它那种 它那种是赢了上来 啪啪声 输了上来也是可以很快的 你不知道的 是不是 这是一个风格的问题 嗯 嗯 是 你买的人要知道 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是吧 赢的时候就开心啊 输的时候就 怎么办 就是这样 哈哈 好 嗯 嗯 接着我们看另一个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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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诶 你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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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US 你诶 看乔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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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收到的利息很方便,那便补偿 你见到他今年没办法跌5-6% 货币基金都是人民币主导的 都是人民币主导的,都是人民币主导的,都是人民币做得最好 好了,我看另一个,这些货币基金做得好一点 但也要5-6%货币,有一种叫保证基金 保证基金,英文叫ganty fund 但其实是不是真的那么ganty呢 你见到那个成绩,其实是挺令人害怕的 我相信以往都是ganty的,但面对这样的示范就做不到 那我又正说贪得意,就查那些ganty分的ganty,里面组合些什么 其实每个都不同的,我见到有一种很有趣的 他有少量的700和1299的股票 我相信他是利用利息去买的,如果用利息以外的钱去买 其实是保证不到的,所以面对这样的示范呢 他们出来的效果就不太理想了 那些7-8%是为什么呢,那些就要看回区的组合里面是怎样的 那我就没有,因为我本身的货币户口不在那些地方 所以我看不到,但是见到ganty我都要不见7-8% 那最差的是去到不见20%的,在下面,ok? 那是不理想的 Mask Mutual,Mask Mutual,美国公司 是,所以,在这里分享一下,尋强积金 適合自己,真的要很多功夫 现在很糟糕,信安有个保证基金,他有点赚一点 但是下面信安,那个最差的回报有个-14% 大家都是保证基金,是啊,很多款的 你去找保证基金,同一间是信安 就是,都是信安同一间公司,但是命运各异 所以,那个强积金,哪个人服务你是很重要 不过,真是不好意思,通常做强积金的人 都不会像我和何志光那样,整天在球资市场打来打去的 明白吗?那个实践的经验,真的未必有 很多时候,我没见过强积金的人,就像我们那样的 明白吗?所以,市保险有多些 所以,你问得他多,可能抹打架就得了一孔了 所以,要自己功夫自己做,能够尽量做多少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最后是保守 那个叫保守基金,Conservative Fund,保守 Conservative Fund,不是保守 保守,保守全部都是正数的 你看到吗?小弟都用过这些保守基金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很多时候他就是 用美元或者港币的短期的票据 即是说,他的存款全部都是一年之内 而且近乎是,近乎是摆银行定期的 所以,不是有这样的成绩,在这样的市况里面 所以,我们今次就跟大家分享 因为市况真的很差 所以,现在走到这里比较有正数,比较好一点的 其实也不是好,你看到的 但当然,市况见底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把这些分,转到一些aggressive 否则你的组合也追不到 所以,你究竟信什么呢? 那来决定你现在用什么的强积金 ok?所以这个阶段是很难 就是 介绍一些,这只一定行,那只一定不行 就是我不说这些了,因为这个时间真的 不适合说这些东西 嗯 那黄志哥有什么补充? 唉,都是不懂得说 因为,我也没有理我那只强积金 但是,以前也是打过工的 有些强积金留在那里,没有理他很久了 究竟会不会,其实因为你很被动,不理他,不做选择 究竟会不会买了什么货币基金都和我蝕获金 哈哈哈哈 我也害怕 现在那些什么货币基金 原来那些都可以蝕的 这样啊 是 真的要看一看的 真的有些 是啊,现在说了这么久,只有保守基金 是啊 是有正数的嘛 是不是? 就算其他那些很强的,6%也算是少 所以,很艰难啊 好,没有投资,纯粹吹水而已 好 期待见哦,拜拜